音樂音樂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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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Eva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的是 也是YESO他們家 就是去年2019年新出的一個 NIKKI的MINI的一個尺寸 那他跟Midian比較不一樣 就是說他這一個翻蓋的部分 他把它家常就是直接到底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這個 一個的搭配跟裡面的 那Eva非常喜歡就是 YESO NIKKI他們家系列的這個皮 因為他們經過非常多的工序 然後再加上他的就是LOGO 其實真的是黑的非常漂亮 我其實沒有非常喜歡全黑的包 但是他們家的包就我非常喜歡 那正面的話呢就是有縫線 一樣是他們家的一個經典的V 那背後呢 他一樣是有可以讓你放一些 可能小卡片啊 收據啊悠遊卡的地方 好那我們來打開來看一下 他的一個容量吧 他其實只有一層 不過呢他後面呢就是有一個拉鍊 然後呢前面這邊 也有可以放卡夾的 因為他就是一個小包 所以他給你放卡夾 你有時候可能也許就不用再錢包了 但是呢我還是幫大家實測一下 這一款的一個容量 那先放這個是我的 Gucci的1955的一個小短夾 那我會覺得這個 因為他的高度蠻夠的 你就是放直的 其實就可以放比較多東西 然後還有放就是 例如說你的補妝的東西 然後還有就是口紅 裡面其實空間也還夠 所以呢如果說我硬要塞一個 就是像我這一支是iPhone 11 其實整個放下去呢 就是也不會就是覺得太過擁擠跟太膨 然後扣起來的話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覺得能夠裝的容量也是還蠻多的 那EVA覺得他這一款就是NIKKI MINI 為什麼做就是做全蓋的呢 我覺得也許就是像我們之前在開箱 就是NIKKI的MIDIAN包包 就是記不記得他的那個蓋子 只做到就是一半 然後就會發現他放重物的時候 就是這個地方扣環的部分啊 他就是會緊緊的 但是旁邊這邊就會變成 就是有點翻起來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他這一款就是MINI款的呢 就是為了要解決像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或者是不要跟可能NIKKI BABY 有一個太過大的一個重複啦 所以我會覺得這一款呢 老實說比我想像中的還要那一種 短頰、手機、氣墊翻筆、口紅都放得下去 所以很不錯很不錯的一個 那現在呢剛好就是NIKKI BABY買下來的話 應該也許三位二三萬三就蠻有機會的 那他的鏈條呢做的是一個仿銀 應該仿舊的一個銀條 所以加上他上面有一個這樣子皮革的 所以背起來不會很痛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他的一個背帶的長度吧 好那就EVA呢就是152的身高來講啊 就是如果我是用這樣子一個側背的方式 他該會落在我的屁股 其實我會覺得這樣的長度對我來講是有一點太長 因為我個人喜歡就是在就是腰間到屁股這一段啦 所以我如果要戴這個包的話呢 我可能就是要變鞋背了 鞋背他的一個就是長度就比較剛好 但如果呢你是大概160、157以上的話 我覺得你背起來其實都會還蠻剛好的喔 今天呢EVA的分享的影片對你在挑選NIKKI 就是YSO NIKKI家族裡面的包包呢是有幫助的 如果你想買他們的小包 然後但是又不想要買就是像是他們家其他包款 比較貴一點的價格的話 那我會覺得就是NIKKI MINI這個的尺寸 還有他的價格 我都覺得是還蠻不錯的一個考慮喔 尤其你看就大概3萬2、3萬3就可以擁有他們家的一個皮質 所以我會覺得我個人是非常喜歡他們家的皮質啦 所以他們家的就是這一款的一個就是小包 我覺得也是還蠻值得考慮的囉 那就希望今天影片大家喜歡 記得幫我們喜歡就按個讚 給我們一些鼓勵 然後記得訂閱 然後這樣我們每週上新片你就接收的到囉 掰掰 頓下! 嗚嗚,柏子 親子 大家 Klang 坐在家族 看火是 prevalent